一項最新民調顯示,在假設的2014年總統競選中, 前總統特朗普對拜登的領先優勢擴大至4個百分點。 星期三公佈的《埃默森學院》文調稱, 特朗普的支持率維持在47%,而拜登的支持率從45%下降到43%, 若有10%的選民尚未做出決定。 外民調還發現,假設第三方候選人加入,與獨立參選人金西迪、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維斯特或綠黨參選人士坦、 特朗普和拜登的支持率都會下降,猶疑不決的選民數量會增加。 《埃默森學院》報告中說,拜登的支持率下降值得注意, 因為去年同期他對特朗普具有領先優勢, 拜登在雷勝選民中支持率下降最為顯著。 《埃默森學院》文調執行長金博爾說, 去年11月拜登領先特朗普4個百分點, 而今年11月他落後特朗普4個百分點。 過去一年幾個關鍵群體的支持率發生了變化, 去年這個時候,拜登在雷勝選民中領先7個百分點, 今年只是領先1個百分點。 民調也發現拜登失去了少數族裔群體的支持, 在非裔選民中支持率較去年減少15個百分點, 在西裔裔選民中支持率減少11個百分點。 不僅如此,拜登在50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率較去年同期減少13個百分點, 在四年製大學畢業生的支持率減少16個百分點。 整體來說,選民表示他們對2024年的總統大選感到興奮, 36%的人就持相反的看法。 艾莫森學院指出,選民對不同參選者感到興奮的程度也不一樣, 近一半46%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他們對即將來到的選舉感到非常興奮, 而拜登支持者中這個比例只有29%。 當拜登與共和黨總統參選人海利一對一對決時, 他們的支持率都是38%,四分之一的選民表示尚未決定。 最新民調是在11月17日至20日對1475名登記選民進行, 不差幅度為政府2.5個百分點。